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 Peple公民新聞報 臺中神岡區的長區學院 邀請楓源分局的園警 來跟長輩們宣導反詐騙的議題 阿公阿媽們也分享自己 遇到詐騙集團的經驗 接到不明奶電時要提高警覺 近年來新興的詐騙手法層出不窮 讓許多民眾深受其害 神岡區長青學院邀請楓源分局 社口派出所劉芳結園警 到神岡里三匹里活動中心 分享反詐騙的相關議題 講師分享投資詐騙 解除分期付款 假網路拍賣 一般購物詐欺等案例 務必請長輩注意 另外特別提到檢警如有 來電說明你涉案詐騙洗錢 需要匯款否則將收押 這些都是詐騙 如有任何疑問都可撥打165或110 專線資訊 非常有效 尤其是像我們的年人 這個老本一定要購物 不明的電話 不明的投資 對呀很質疑 尤其是身邊的老人要去關心 幾年前有他一直在讀書 就是詐騙集團 另外叫我說 就電話不能掛掉 要替你錢給他這樣 我就是忽然想到我還有另一支電話 我就用那支電話去找我兒子這樣 後來就不相信他就不管他 他就跟我吵架 後來就是每隔兩三天就打電話來 長青學院除了開設課程外 也希望能夠及時的宣導社會公共議題 提醒學院注意相關的詐騙手法 多多注意自身安全及財產 保障自身權益 年輕時曾侮辱歧途的兩位更生少年主持 podcast 節目藉由分享親身經歷 讓大家瞭解青少年犯法的原因 來打破社會對青少年犯罪的可版印象 他們也希望能指引民途的少年們走向正確的道路 少年行不行 由兩位更生少年莫莫尼及阿富創立並主持 透過廣播節目分享自身的生命故事 以及有關偏差少年死法少年與更生少年的大小事 希望讓大眾看見在少年叛逆行為的背後 藏著什麼樣的原因 談論青少年的犯罪議題 在阿富升高中時 因為想賺錢便踏入幫派工作 進而陸續犯下詐欺、毒品販賣等案件 為了改變現況阿富離開台北 並切斷了原本的生活圈 這期間做了要讀社工系的決定 18歲生日的時候 跟我的兄弟們開了一個慶生的派對 開了毒趴 然後開完之後我就回到家 然後準備要休息 發現我社工就拿了一個小蛋糕跟一杯飲料在那邊等 幫我唱生日快樂歌 然後即使他那時候很明顯你知道我才剛喜歡讀 生日快樂歌這個舉動啊 好像印象當中連爸媽都很少做 有一點被他感動到吧 是因為社工的出現 然後讓我意識到說人跟人之間是 可以有感情連結的 我人生的第二條命是他給我的 我人生的第二條命是他給我的